瓦格纳老板普里哥人坠机身亡 一代枭雄落幕 瓦格纳老板普里哥人居然就这么死了 这实在是过于抽象了 当地时间的8月23日 一架由莫斯科飞往圣彼得堡的私人飞机 在俄西部特维尔州坠毁 这架私人飞机被证实为 瓦格纳老板普里哥人的私人飞机 而他本人和一众心腹就在乘客名单上 目前俄罗斯方面已经确认 机上的乘客是全部罹难 完全确认遗体身份可能要花一段时间 但普里哥人大概就是死于空难现场了 虽然有消息称 有一架普里哥人的备用私人飞机 曾在莫斯科附近盘旋 坠机可能是障眼法 也有网友认为这就是金蝉脱鞘 厨子还活着 但这些说法其实很难得到证实 据峨眉生意人报报道 救援人员已经在一具尸体旁 发现了普里哥人使用的手机 瓦格纳集团的关联电报群 灰区已经开始发布各种厨子 阴容游在 阴容碗在 阴容涌在的道文了 由于围绕着瓦格纳的一系列事件 实在是过于戏剧性 因此围绕着这事究竟是谁干的 大家都提出了自己的猜测 瓦格纳电报群灰区里 有这么一篇普里哥人的道文 上面写着 瓦格纳领导人 俄罗斯英雄 真正的爱国者 叶夫根尼 维克托罗维奇 普里哥人 死于叛徒之手 但即使是在地狱 他也是顶尖的 荣耀属于俄罗斯 也就是说 至少瓦格纳电报群的运营认为 厨子是死在自己人手上的 另外 灰区还发了另外一个帖子 佩图疑似是坠机现场的伪计 佩文声称 这条伪计是防空导弹的伪计 厨子就是被这么打下来的 既然空弹发生处 距离莫斯科不远 属于是俄罗斯的腹地 乌克兰也没那个技术能力 打进来一发防空导弹 那么是谁干的呢 如果用这个逻辑想下去 似乎可以得出是俄罗斯军方 或者是以普京为首的希拉维克集团 想要除普里格任 以绝后患的结论 毕竟瓦格纳623武装叛乱 让俄高层极其愤怒 事后还有报道称 普京已经下决心要灭了厨子 只是被卢卡申科给劝住了 综合一下普京的历史发言 在结合上现在战时的政治环境 确实有点那种 没有什么背叛 小到可以原谅的氛围 然而问题在于 这种想法缺少证据支持 已经有部分坠机时的视频 被发到了网上 还有一些大块的残骸的照片 也出现在了网上 可以看到 飞机在坠落时的结构 还是较为完整的 甚至没有起火 飞机的主要残骸上 并没有出现常见的 防空导弹预制破片 造成的损伤 网上还有一张 疑似是机翼上有小孔的照片 被传为是防空导弹 机中留下的痕迹 不过这种损伤有点过小了 不太像 也就是说 目前没有证据支持 飞机是被防空导弹打下来的 而灰区频道 所谓的防空导弹尾计 也有可能是 飞机坠落过程中形成的 不一定是导弹的 当然也不排除 是飞机被装了炸弹 再上空引爆 毕竟普里哥人树敌太多 俄罗斯和乌克兰 有的是人想要弄死的 单从动机上讲 俄军方高层 少尉谷 格拉西莫夫 乃至拉平这种 层级第一点的将领 也都被除得得罪完了 这些人即便下不了黑手 在得知了除的出事以后 估计也是幸灾乐祸的成分 要更多一些 另外最近非洲一系列国家 发生了军事政变 冲击了美国和法国 在非洲的势力范围 而瓦格纳多少在事前 或事后贪余了其中 这多少也引起了 美国和法国的不满 这两方也有理由干这个事 综合看下来 普里哥人这样的极端主战派 自623兵变以来 已经从乌克兰 以及其西方盟友的麻烦 变成了一个包括俄罗斯 希拉维克集团在内的 所有人的麻烦 虽说这魔证人 的确领了国家英雄的勋章 但对很多人来说 没有它很重要 当然也有可能 就是单纯的机械事故 毕竟战时工业安全的问题 常常被忽视 最后 普里哥人本人的死 对瓦格纳集团 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很可能影响不大 兵变以后 厨子是被削了 很大一部分兵权的 围绕巴赫木特战役招募的 大量有生力量 被收归国有 实际上的指挥官 并非是普里哥人 或者另外一位 一同死于空难的 瓦格纳创始人物特金 而是 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 特罗舍夫 他算是一位经验丰富 从阿富汗到车臣 湿山血海里 摸爬滚打出来的老兵 7月他已经被普京 钦定为瓦格纳的 新任领袖 普里哥人 实际上是有些过气了 总的来说 坠机事故的原因 还有待调查 普里哥人自兵变后 其政治和军事价值 对俄罗斯来说 已经骤降了 他的死 对于斯拉夫大区来说 最为可惜的 是少了个抽象整活大师 对于俄乌战况的 整体影响 则趋近于零